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工商协金会代表说 向企业界喊话说希望能够带头替员工来加薪 随即被这个蓝营大酸根本是在叫企业做功德 总统赖清德17号在府内接见工商协金会代表 面对面与产业界交流 而他也特别喊话希望企业界能带头加薪 我希望我们企业界能够为员工加薪 解决我们的薪资停滞不全的问题 不只希望员工能加薪 赖清德还期许企业能在公司建置托婴中心 或者是幼儿园 以及帮员工盖宿舍替他们减轻负担 不过回顾赖清德2017年上任行政院长时 就曾拍板军工叫加薪百分之三 当时政府带头确实有带动民间一起调薪的效果 但这回赖清德对企业的喊话能奏效吗 从赖清德院长的功德院到现在赖总统还在推功德 现在赖团队还在把整个行政的推动 行政业务的推动只是在做喊话 不是在做事 产业界不一定会配合 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契约自由 那政府能够做的其实不是单纯的劝述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照顾 我们自己的这些公务员 让公务员的整个薪资可以起来以后 他会带动整个业界的起来 呼吁加新成为上任其首饰 毕竟赖清德上任至今就快满一个月 根据最新总统声望调查显示 目前有48.2%民众赞同赖清德执政 另外25.6%表示不赞同 虽然满意度还算高 但相比五月数据来说 满意度下跌9.8个百分点 而对于卓榮泰所带领的内阁团队 有43.1%民众满意 不满意则有25.4% 所有的民调给我们的都是一个指标 不够好的我们要努力 有鼓励的我们更珍惜 我们永远朝这个方向进行 中文泰强调持续努力 而接下来八月中文泰也将成立 经济发展委员会 扩大邀集产学界领袖 协助行政院权力拼经济 让施政能更有感 记得陈秦 陈铭华台北同我到 非常好